它是超人 给你们东西都准备好了 不嫌弃请你们住家里 我我我我我 沒關係沒關係 脚鞋这个拖鞋给脚子那双给你 好的 小豬 啊 那是阿姨给饺子准备的 小猪佩奇 宝宝药 宝宝药 对那就是阿姨给你准备的 这边是你们的房间 哇 本来是哥哥住的 哇 准备的好细腥 然后他们说你特别喜欢娃娃什么 给你放了一个 然后这是饺子的 这是你的 反正就是 人家客人来到这个地方 你就应该给他吃好的 穿好的 住好的 小猪你先过来选个碗好不好 你看看你喜欢什么颜色的 还有杯子 然后你在这里的时候 就给你用杯子跟碗好不好 那你这几个你选 因为这你容易打破 选这个啦 好 你要拿一个帮你的杯子啊 这个小蝴蝶 那我帮你洗一下好不好 谢谢阿姨 那就可以喝水了 好 好可爱 快快快 开启 丧心病狂购物模式 我觉得这件好可爱喔天哪 这蓝的也太可爱了 不好意思我都带来买这种的 比较蕾丝 我也喜欢 我也喜欢 要用白色的这个吧 要这个好不好 要要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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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哪个 拿 这个 拿 拿这个也很好 你帮他选哪 谢谢你 这个裤子也好看 这个裤子也好看 这个裤子好看 狗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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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喜欢粉红色 他肯定喜欢我们家 购物达人角 小子好棒好多眼光啊 从小就这么好的眼光 那粉蓝的我也要 这个短裤我们 一个人来一个呗 这样他们俩可以一起穿 我跟你讲这个 然后搭个小白的那种紧身裤 就很可能 那我们也要一个这个 对 我们是替我们要双胞胎嘛 就我单身了以后我就跟老天员说 我就想有一个我爱他他爱我 然后我们可以结婚 我们可以终老的 他追着你 嗯 应该是吧 因为反正他先找我的嘛 你跟你老公是因为他什么点呢 你想跟他在一起呢 因为我们当天认识他的时候 通常有五个女孩在一起 都是我的闺蜜 每一个都比我年轻貌美 后来他只约了我 然后我就跟他想 告诉你约我 我当时还问我女朋友说 他是不是群发太无聊 看谁会出来 我女朋友说没有 就只发给你 后来他约我一次两次 去了以后我发现我心动 因为我从来不跟男孩子约会 然后呢 然后呢 我跟他说我要结婚 哇 后来呢 后来就 我就跟他讲嘛 讲完之后他就说 那行吧 然后我们两个就以非常不流氓的结婚为前提 交往 我们是认识三天以后 就开始在筹办婚礼了 哇 你们俩好闪电啊 晒娃狂魔 我才是 你也是 我现在都住一步板了 因为他不老说我 我跟你讲 三十年前黑我的人 我都不知道在哪了 可是我还在这 对吧 你等到饺子有一天长大了 都嫁人了 你也人都不知道去哪了 他还关注你吗 他有病吗 他关注你这么多年 我觉得我还好 贝尔就是有点脆弱 就我们结婚那个事情 我帮你们吃一下 对 我知道 你懂那件事吗 我跟我老公从来不八卦的 我们俩不太聊这些事 你们那时候不知道 我们有我们聊过 我知道 我跟他讲 我说我特别能了解 鲍贝尔的心情 我娶老婆是我一辈子的事 只有结婚这天 是你们两个的事 因为你们两个因为爱在一起 然后这个事最后就变成 跟你们两个没关系 我觉得 我说要是我 我会多遗憾 做得特别好 因为他每个给我拿来的东西 我都特别喜欢 对 盘子我觉得 看见就 像把盘子吃了的感觉 特别好 特别温暖 很用心 很细心 很善良 我也想从他身上能学到一些 我自己很差的地方 大厨 师父 大哥 太牛了 超人 他才是超人妈妈 太牛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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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重 失败三 母亲 首先 je